Minecraft的解謎日記 嘿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夜王爺的Minecraft的解謎日記 我們今天給大家繼續帶來的是 盧聖逃離千年古墓 好 那麼 欸 後面怎麼走來了 一匹馬 上一次我們應該是從這個 呃 我想一下 從這個 應該是 是 是 射關 我們經過了禮關 月關 還有射關 然後他說總共有六關 是嗎 這禮關 月關 射關 然後後面還有玉關 書關跟樹關 那我們現在要來的應該是玉關 我們看一下箱子 箱子裡有更多的箭石 還有烤雞 這鏟子怎麼這麼多啊 感覺有點多 這邊還有一本 喔 禮關 然後還有更多的烤雞 還有這個 箭石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禮關 應該就是騎馬吧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關卡提示 浴 駕駛馬車的技術 明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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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不勤左行列時追逐勤獸從左面射獲 此關以騎馬為題 所以我們要來騎馬的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好黑 那因為你看這裡面實在是黑到一個不像話 唉唷真的太黑了 黑到一個不像話 於是我們把這個光影先關一下 這樣子看起來有沒有明亮許多 雖然我覺得看起來應該還是很暗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面有鞍還有酸繩還有蘋果 還有這個生成馬的蛋 欸這上面可以看到晴朗無比的天空 這邊還有水還有這個甘草捆 那我們先拿一個酸繩然後把馬牽過來 過來來吧 欸話說這裡我剛剛好像 欸好像有什麼聲音 這裡應該是騎馬過去吧 那我們把酸繩先卸一下 然後我們騎上我們的小白馬 不是 這個大白馬然後我們怎麼過去呢 我們要跳過去是嗎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我剛剛只是不小心按到shift 有必要把我這樣子 丟在外面嗎 這樣不太對阿作者 好這可能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阿 這個可能是 就是那個shift 那個下馬或是下礦車的問題吧 剛剛那個一時激動就罵了作者 真是不好意思阿作者 話說這下面有沒有東西 我們騎著這個馬在這邊檢查一下好了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沒東西啦 那欸另外這邊有樓梯 不想要放樓梯 這樓梯馬可以爬嗎 欸欸 這裡有個箱子是嗎 我剛剛好像看到有東西 馬兒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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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欸這裡有 很多的蘋果 欸 鑽石馬紀念碑 鑽石馬紀念碑 喔我們拿到了一個鑽石馬 欸怎麼鑽石馬紀念碑 呃 對鑽石馬紀念碑 好啦不重要 我們趕快把馬騎上去才是重點 我們要認真的繼續完成我們的 這個 騎馬跑 跑褲 走吧 可愛的小馬我們快走 唉唷唉唷好高好高 欸欸 欸這 這 欸這馬沒有辦法按Shift 不能 不能後退一點點 唉唷唉唷唉唷 太激動了 這馬太激動了 你不要跳這麼用力嘛 我的可愛的小白馬 認真跳啊小白馬 唉唷 糟了 這個 這個的難度害我 很不想跑啊 我很我很 我很不想騎啦 不是太遠就是太近 好看來我們等一下要再 往前再站一點 那我們再嘗試一次 來來來來來來 呃 站這裡 然後 欸 欸 不行不行不行 不服輸 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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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再一次 來來先先 欸 不行不服輸 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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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可惡 真摯可惡啊 這個這個怎麼這麼難啊 這如此的困難啊 欸 怎麼辦 我很不想試啦 小馬 我很不想試啊小馬 那我們不要試好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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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子 這麼討厭我嗎小馬 我們不要試了啦 我們想辦法跑酷過去好了 對啊 可是這看起來好遠啊 這好像有四格遠的樣子耶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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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可惡 差一點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看來這 直接跑可能比較容易啊 可能吧 可能比較容易一點吧 來來來 再一次再一次 來 嘿 欸 欸 欸 跳不夠遠 不行 再一次再一次 我們在這關卡了好久 有 那跟上一關的那個 射關 有得比啊那好雷的按鈕啊 那我們這次認真一點再跳一次 唉唷 好啦我真的不想跳了啦 我們 我們 喔我們開著創造跳 這樣子就不用 浪費那麼多時間 唉唷 小馬你怎麼過來啦 我 我怕把你推下去啊 你小心一點 唉唷我看到你的牙齒 我剛剛是不是看到你的牙齒 你的鼻孔怎麼那麼大 好啦我我我我我不想跳了 我們就 這什麼我們就 直接飛到前面去這邊繼續來好了 這這太困難了 這對我這種跑酷苦手來講 這實在是真的是 非常的困難啊 好我們現在終於到了對面這裡 剛剛的事情你們通通忘記了 對我們再把這個光影開起來 你們通通忘記了有沒有看到 那邊一片黑你們什麼都不記得 只記得燕王也從這條橋上走過來 於是就到了這扇門 好一定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什麼 呃我們來看一下 沒題目在這裡 書關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關卡提示 書關 文學 書法 六書 項行指示會議行程轉注假借 此關卡以國小國中高中的國文知識為題 好啦簡單來講各位 呃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應該說電腦前面跟手機前面 平板前面的觀眾朋友 注意聽好了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國小國中高中或高職的同學們 那麼 這邊的題目我可以答錯你們不能答錯 是的 因為你們還要考基策學策 還有統策 那我就可以答錯 因為我已經考完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書關 第一題 火災又名為 1 洪水 2 遭遇祝隆 3 地震 4 祝隆之災 其實這題非常的簡單 這個什麼 地震絕對不是嘛 這洪水也絕對不是嘛 那你看現在兩個這個 祝隆之災跟遭遇祝隆 那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這火神就叫祝隆 那水神叫共公 是嗎應該是吧 火神叫祝隆 所以這兩個應該都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是 以下合著為 借代詞 借代詞應該就是 用別的東西來 代表原本要表示的東西吧 所以 後面這三個應該都 不是 應該是這個吧 百一天使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三題 請問 豬門九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豬門指的是 呃 1 姓豬人家的大門 2 紅色的門 3 廟門4 豪門 呃 我記得 反正廟門一定不是 然後姓豬的人一定也不是 欸 欸 這碎片會發光耶 喔 我記得 好像是豪門 可是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說 有錢人家的門都七成紅色的門 那 所以我們就 看一下 欸 是嗎 對這個 這個對 欸這個流水下來代表對喔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對不對 好啦 另外一個可能不太對啦 我記得豪門可能是比較正確的答案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四題 好 第四題以下合著為 象形制 這個是 夯 木 絲還有絲 這非常的簡單 呃 如果你是我剛剛上述的同學們 那你們千萬不能答錯 千萬不能答錯啊 如果答錯的話 呃 你就 要認真的準備你的 考試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盜墓者的羽毛筆 我們拿到一個盜墓者的羽毛筆 那 這邊是什麼 睡覺 來睡一個覺 好這邊有個箱子 呃 樹冠 哇前面好像很黑啊 來看一下這 欸這這怎麼還在這裡 先搜一下 看一下這 欸不對我們先看一下關卡提示 樹冠 呃 你能經過蜘蛛凍食 唐生與 呃 沙生 八 沙生 八戒 被蜘蛛精 抓住了 由於八戒 被吃掉了 呃 所以達到 西天的一共有幾個人 欸 唐生一行人 我記得是 唐三丈 呃 唐三丈 殺霧精 豬八戒 還有孫悟空 是四個人 減一是三個人 三個人吧 所以是應該是二吧 哎唷 哎唷 夾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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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 好這樣清楚多了 這是幾個人啊 這是四個人 這是三個人嗎 開門 欸 不是嗎 欸 看一下喔 唐三丈 最後達到西天 還是他的意思說 豬八戒 被吃掉是 死翹翹是 上西天 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吧 好吧 我記得他們不是去西天取經嗎 這題好像有點怪怪的是不是啊 他們不是到西天去取經嗎 難道我這樣子理解有錯了嗎 呃 好啦 算了 不重要啦 這個 就只是個小遊戲而已 那我們繼續走 走囉 這 看起來有陷阱啊 喔 唉唷 關屁啊 呵呵呵 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 還有喔 欸 不是還有嗎 喔 好像樹冠是最後一關 所以我們又經過了 後面的三關 然後我們回不去了 來看一下 欸 話說 我好像沒有拿到樹冠的禮物啊 好啦 沒關係啦 那就這樣子吧 那麼 然後 感謝您幫我評個分數吧 四個區帶有不同的分數 感謝支持 看一下這個 普通 好玩 嗯還不錯 欸 還不錯是這樣子的嗎 好好嚇死我啦 我還以為我要準備掉下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 呃 成就物品展示 成就物品展示 到底有幾個成就物品 我有一個理工 一個周董的唱片 一個禮祭 好 理工 周董的唱片 禮祭 然後 這邊也放一點好了 不然一個這樣單獨放好可憐 欸 曹操的盜墓手搭 先行者的頭顱 還有這個好野人徽章 所以我們差三個是嗎 我們差三個啊 不好玩 這是什麼 這是 還可以 好的 那麼這個遊戲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欸 上面有貨物的東西啊 好啦 算了應該是沒有了 好啦 那麼 呃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麼我們就 下個系列再見 不對 下一張地圖再見 大家 掰掰